一種新型的外骨骼鑄步器 套在小腿上頭 透過其中的彈簧收縮 就可以省下平常7%的體力 整架鑄步器 是用碳纖維打造的重量很輕 對於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或者是殘疾人士 重建輕盈步伐露出曙光 從一雙腿變四隻腳 雙腿不再靈活行動 只能靠抑制或拐杖 科技日新月異 科學家不斷研究 從膝蓋到腳踝關節 希望讓殘障人士靈活走動 沒有電腦 而且它使用沒有電腦 以防止能力的費用 美國研究員研發出一種 新型外骨骼 使用較新的碳纖維 透過彈簧的拉伸與放鬆 分擔肌肉動力 適合行動不便者 只要套在小腿上 就能省下比平常7%的體力 人們可以防止能力的費用 最好的使用者 達到10%至12% 我們的希望是 在接下來幾年 我們會用這個器材 然後將它轉移 尤其是在抗症 走動人士靈活 科技來自於人性 未來不只行走 恐怕癱瘓者跑步 都不是夢 和金屬抑制或拐杖相比 這款新型外骨骼 更輕便 更符合人體工學 未來實際應用 將會是醫學輔助用品 以大邁進 記台北 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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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詞 非常多